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监管会议之后 管人就延了 万科董事会将进行改选 保能态度引关注 万亿市值计划确立未来发展路线图 就管理层内的时候 它要另外选择说 一个有远大的目标 第二个的话也有很多的措施和防御法 助建部表示 2017年要抑制房地产泡沫 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并要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 官部们正在进行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 会按照中央的要求及时退出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在上海问候各位 北京时间晚间9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各位晚上好 我是黄伟 先一起来关注股市的表现 在连续收出了三根阳线之后 市场在今天稍作停歇 护制盘中回踩五日均线 两市早盘低开 随后持续震荡下跌 临近五盘仍然没有起色 午后受到水泥股暴跌的影响 护制开始跳水 最大的跌幅接近了1% 两次回踩五日均线之后 尾盘有所企稳反弹 创业版早盘跟随竹盘弱势震荡 午后受到医药板块拉伸的影响 表现顽强 尾盘更是直接翻红 截止到收盘的护踪指跌0.3% 深城指跌0.11% 两市全天成交5176亿元 要比昨天起稳 并且小幅放量 中小盘指微跌0.02% 创业版指则上涨0.31% 从旁边表现来看 权重板块分化 有色一枝独秀 而昨天强势的建材及钢铁 携熏工板块跌幅靠前 两市今天的有近60只个股涨停 同利水泥及鱼开发两股跌停 在股指期货方面 护身300及上证507只主力合约 分别下跌0.28%及0.33% 中证5007只主力合约则逆势上涨0.24% 那么在融资盘方面 截止到2月22号的本周三 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 8982.8亿元 环比继续上涨22.6亿元 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 上海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毅 晚上好君毅 今天市场的调整 你如何来定性呢 那么今天整体A股市场 存现一个调整的格局 那么主要市场影响的因素的话 来自于前期热门品种 水泥股的这样一个全面回调 导致了周期类的品种 出现了都出现不同程度的 这样一个根接 那么创业板小幅上涨的话 我们认为后续的反弹可以持续 但是强度有效性 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 这样一个有待观察 在两会之前的话 整个市场还会保持一个 相对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格局 好 谢谢君毅 根据媒体的报道 国泰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严峰称 2780亿美元的全国社保基金 已经开始投资香港股票 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 严峰表示 国泰军安国际 一直在香港为社保基金买卖股票 但是没有透露交易的细节 同时他们还为社保基金 提供一些股票和债券市场的 投资意见 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受聘 来进行投资操作 今年以来港股持续火热 有关养老基金将会购买香港股票的猜测 推动香港基准股指 今年迄今为止已经大涨了10% 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指之一 而此前的分析称 正是内地资金推动了港股的上涨 新业证券的张艺东 李彦林此前分析港股大涨时称 保险 基金 银行等机构资金 将是南下资金的主力 配置需求的巨大潜力 最强的力量仍然是保险资金 在A股举牌模式受到制约之后 港股的低估值蓝筹股 对于险资吸引力更大 2017年保险资产保守估计 3%的资金配置港股 至少是2500亿的增量资金 公募基金则有望带来500亿元的增量 接着我们继续和您来关注 上市公司的高送转情况 在昨天晚间 何力泰发布公告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提议 进行每10股转增30股的 年度利润分配 同时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文开福的多位一致行动人 及董坚高 在未来6个月内计划减持 数量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5% 不是大股东 就是一些小股东 实际控制人没有减持 实际上 临近年报披露的高峰 监管曾密切关注 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 并频发问询函 焦点集中在高送转方案 是否和公司成长性相匹配 以及是否配合大股东减持 据不完全统计 春节后 已经有17家公司重要股东 发布减持计划 共涉及8.2亿股 其中不乏推高送转 预案同时减持的上市公司 此外 临近年报披露 交易所严格要求 上市公司落实分红制度 和相关规定 云内动力原分红方案中 现金分红在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仅为13.04% 不符合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 占利润分配比例 最低应达20%的监管要求 在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后 云内动力按要求 提高分红送股标准 此外 在融资新规公布后 上市公司有通过高送转 做大股本 突破20%增发比例限制的可能 因此也提高了 对高送转的监管要求 这种倒逼的形势 我觉得现在还是非常严峻的 对于公司从来说 我认为它是一个 去对大化我们股东利益的方式 当然对于我们资本市场来说 它这种行为 其实是不太符合 我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行为 它是整个有一种吸血的效应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 万科争夺战的最新动态 下个月万科的董事会将会进行改选 近期有报道称 万科管理层抛出5到10年的 万亿市值计划 确立未来的发展路线图 昨天下午的路线图计划正式开跑 内容涉及到人事任命和架构调整 今天的万科港股大涨超过2% A股则有小幅下跌 万科万亿市值计划的核心内容是 万科计划在5到10年内实现万亿市值 该计划将在两个战场展开 即传统地产开发领域与创新业务领域 昨天深圳万科开始的内部改革 仅人事任命就涉及到了17个部门 城市公司各管理中心 各事业中心 各业务公司执行合伙人负责制 分析认为 万科在董事会改选前夕 推出万亿市值计划的新闻 意在稳住股东层获取其更大的支持 万科下个月即将进行董事会改选 而根据万科章程第97条 只有连续180个交易日 持有3%以上股份的万科股东 才有资格提名董事 由此看来 恒大和深圳地铁都不具备提名董事的资格 他们将成为有提名权的人 需要极力拉拢的对象 而华润可能将推出代表深圳地铁的董事人选 当然董事会改选最大的变数 无疑是宝能 不知道宝能背后 它管理层是什么 没有明确说话的情况 我们外界很难看 它这个持有的股票 究竟是长期持有还是长期持有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药文 新华社刊文表示 证券监管部门重权频出 引导的资金脱墟向时 成为近期金融监管的高频词汇 规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IPO加速再融资收紧等等 这些政策构成 助力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的组合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2017年是A股融资结构变化的一年 趣味 存真 监管层的一系列举措 或许这是改变A股炒作规律的一年 证券业协会今天上午召开 固定收益委员会会员大会 此前协会就公司债 五项自律规则进行评估 向监管部门与行业征求意见 除此之外 会议还透露了其他重要信息 比如未来对公司债的审核标准 将会严格不放松 其次是鼓励ABS业务 尤其是PPP项目的证券化 即报即审绝对优先 顶泰新财晚间公告 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的中文名变更为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王位的持股比例高达99.9% 市值已经超过千亿元 超过了此前的 原通实际控制人余会角夫妇 重回民营快递业的首付位置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住建部表示2017年要抑制房地产泡沫 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要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 国官部门正在进行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 会按照中央的要求及时推出 银监会今天正式发布 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 业内普遍预计 银行进行P2P网贷平台资金存管业务意愿 将明显提升 因为前两年的一个行业 良有不齐的发展 对于这一块业务本身 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红利亚洲投资者意向指数显示 千禧一代可能低估了 未来面临的财务压力 建议做好长期规划 实际上财富的积累 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 所以我建议千禧一代 尽早去开始财务规划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继续来关注楼市方面的消息 昨天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调控以来房价持续地趋稳回落 今天住建部表示 2017年要抓好热点城市 防过热 防风险工作 抑制房地产的泡沫 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并且要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 适时推进改革 住建部的部长陈正高表示 2017年的住建部将会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他同时表示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预期有所改变 房价过快上涨 势头得到遏制 调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而针对市场密切关注的 房地产税的问题 住建部的副部长陆克华称 这个问题是18届三中全会 明确的改革任务 要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 并且适时推进改革 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 开展工作 住建部的数据显示 2016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是15.7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22.5% 商品房销售11.8万亿元 同比增长34.8% 此外的去库存出现成效 2016年末 商品房代售面积为6.95亿平米 同比下降3.2% 陈正高表示 今年将会继续抓好 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 解决三四线城市库存过多的问题 解核城镇化 推进去库存的问题 我前面说了 这是个重要途径 是个根本的途径 我们要总结去年 各地行之有效的办法 再就是要呢 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 还有就是我们要继续推进 三四线城市的 澎改货币化安置 此外国务院发布 关于创新政府 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明确 支持各地区 在房地产税等方面探索创新 让房地产税成为近来的舆论焦点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朱建部副部长陆克华表示 正在为房地产税做准备工作 18届三中全会 明确地改革任务 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 适时推进着改革工作 据我所知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 会按照中央的要求 及时推出 近几十年来 中国对房地产调控 多以短期需求端为主 在业内看来 如果房地产税能顺利开征 将有利于减少楼市泡沫 抑制投机性需求 稳定房地产市场 不过专家同时表示 目前房地产税出台仍面临诸多障碍 房地产税的草案 还处于艰难的起草阶段 我认为它是能够有 从直接意义上 它能有效地化解 我们目前的房价过高 房地产市场 这样的一个危机 或者波动这个问题 就房地产税改革 房地产税 它一定是一个地方税 它是财产税 另外房地产税改革路径 它不会在全国 同一个时点 在全国全面开征 也不会在全国 使用同样的税税政策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 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最新消息 银监会今天正式发布了 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 对P2P资金存管业务 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这是继备案登记之后 网贷行业迎来的 又一合规细则 业内普遍预计 有了银监会明确的 存管业务指引规范 银行进行P2P网贷 平台资金存管业务的意愿 将会明显提升 指引中提出 存管人不承担借款项目 及借贷交易信息 真实性的审核责任 不对网络借贷信息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因委托人故意欺诈 伪造数据或数据发生错误 导致的业务风险和损失 由委托人承担相应责任 这被看作是此番指引 落地内容中最大的亮点 业内人士认为 这明确了银行在推进 资金存管业务中的责任和义务 从政策上减轻了银行的顾虑 去年2月 人人带与中国民生银行合作的资金存管系统上线 实现了用户资金与平台自有资金的全面隔离 有效地避免了被平台任意挪用的风险 并杜绝了平台参与交易的可能 然而并不是所有平台在资金存管的道路上一帆风筝 同时指引中明确了为出借人 借款人和担保人等 在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专用账户下 分别开立此账户 确保客户网络借贷资金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自有资金分账管理 专家认为 指引落地明确了银行作为监督方 有效防止此前出现的资金池危机导致的跑路事件 有了这个银行明确的作为一个监督方 当然也是一个服务方 那么使他把自己的自有资金 和借贷双方客户的资金完全分开 然后呢 使这个他不可以动用 他不可以动用客户的钱 就是分账管理 就是防止他作用资金 杜小山同时提出 行业仍然存在许多其他的不规范及不合理 未来仍有待全面的规则落地 以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 在中国蓬勃发展 全球五家估值最高的 未上市互联网金融企业当中 中国就占了四家 其中蚂蚁金服还有入金锁 分别以600亿美元和185亿美元的估值 位居第一和第二 不过呢 与此同时近来P2P贷款在国内的违约情况激增 而且呢在海外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质疑声 作为中国最大的P2P网贷公司 陆金锁也似乎呢正在偏离这一主页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 陆金锁呢目前正在尝试转战散户投资市场 推出可供客户交易股票 共同基金和固定收益产品的网络账户 陆金锁的转向也反映出了 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在快速变化 不过呢陆金锁称 该公司寻求在有增长的市场开展业务 并未受到围绕P2P网贷担忧的影响 陆金锁的董事长纪奎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预计的未来十年 中国的理财市场将会呈现更快速的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到2016年的年底 已经有近1亿人在网上购买了互联网理财产品 同比增长了10% 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会长陈宝国 晚上好陈会长 看到一些大型的网贷平台已经开始谋求转型 那您如何来看待这个行业的未来前景呢 监管的要求是不允许就是往公募基金资管计划 证券收益这方面的去转型 因为国家把网络平台定位还是个普惠金融 特别是倡导数字普惠金融 但是可以看到很多平台是在往小额分散的网络接待 消费金融 汽车金融这个方向转型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也是国家鼓励的方向 好 谢谢陈会长 接着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阿泽维多 在瑞士时间22号于日内瓦宣布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 已经获得了三分之二成员的核准 即日起的正式生效 一旦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 全球的贸易成本有望降低14.3%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 瑞士时间22号 WTO收到了卢旺达 阿曼 乍德和约旦的批准书 使批准这一协定贸易组织成员总数达到112个 超过世贸组织成员三分之二的法定门槛 贸易便利化协定现已生效 此后全球贸易成本有望降低14.3% 而这一协定的长期影响更是惊人 到2030年 该协议每年可以为世界贸易增长 贡献2.7个百分点 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贡献0.5个百分点以上 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都已经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这样的话它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都有着本质上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在当前逆全球化升温背景下 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经开始计划实施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 这与美国WTO成员国身份和前期的承诺相去甚远 专家认为贸易便利化协定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 据了解贸易便利化协定共分三个部分 24项条款 对加速货物的放行和流动 提高贸易效率 降低贸易成本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包括简化通关手续并使其标准化 要求海关和其他政府机构开展有效合作 同时充分考虑给予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 特殊和差别待遇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红利亚洲投资者意向指数显示 迁徙一代可能低估了未来面临的财务压力 建议做好长期规划 实际上财富的积累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 所以我建议迁徙一代尽早去开始财务规划 由第一财经参与举办的特朗普政府和中美关系论坛在纽约举行 美国前贸易代表畅谈特朗普时代的全球贸易和中美贸易的何去何从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最新一期的红利亚洲投资者意向指数显示 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对于退休的预期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 其中千禧一代很可能低估了人口老龄化之下 未来所面临的压力 调研表明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不太关注自身财务所面临的长期压力 相对缺乏对退休规划的客观认知 仅有8%的千禧一代将退休储蓄作为财务规划的头等大事 尽管千禧一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意识到 他们已经落后于设定的财务目标 但只有16%认为自己退休时会入不敷出 实际上财富的积累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 所以我建议千禧一代尽早去开始财务规划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应该从不同的一个资产类别 以及风险的等级 以及投资的期限做一个配置 而在资产配置方面调研显示 2016年中国投资者对于投资风险的偏好下降 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 出口放缓和私人投资低迷等因素 让前景越发不明朗 因此中国投资者对2017年的投资回报预期下降 不过泰达红利基金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王彦杰认为 今年可能是全球低利率时代的终结 市场情绪也将出现反转 配置A股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到过去半年A股 一些比较偏向低估值的 价值型的股票有很好的表现 那这一些的资金进驻 事实上通常都是会比较长期的 所以对整个A股市场 事实上起到一个相当稳定的作用 王彦杰表示 海外投资在回报和风险分散方面 也十分关键 虽然当下海外投资渠道有限 但是未来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恒生银行及恒生前海基金管理 今天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有70%和55%的内地及香港受访者 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内增加环球配置 超过80%的受访者认同分散投资的重要性 调查显示 内地投资者普遍认为 香港是配置环球市场的首选 而香港受访者也将内地 列为环球资产配置的最佳选择 有超过35%的内地受访者 及20%香港受访者 都有增持对方市场配置的计划 调查还显示 计划增加离岸投资的受访者中 近半数内地投资者 及78%香港投资者 尚未使用护港通及深港通 近八成投资者 从未使用过两地基金 互认通道投资 恒生银行表示 随着内地及香港跨境投资渠道 渐趋成熟 相信互联互通和基金互认等渠道 使用率会得到提升 相信如果我们刚才见到 那个环球配置的意欲 是这么高 而刚刚好 讲这些产品的项目 这些渠道开放的产品 也都是国内投资者 他们最有意欲 就是增加的一些选项 那时候的话 我们相信使用率 应该是会持续提升 海外配置的地区方面 恒生表示 最看好美国地区 认为在本年度 相对频繁的加息预期下 美元资产具备优势 美国的其他的经济数据 其实都是挺不错的 而且也都种种情况的显示 它是有能力去做出一个加息 那就是说 其实对美金的资产 就是加息 会有一个优势在那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由第一财经参与举办的 特朗普政府和中美关系论坛 在纽约举行 美国前贸易代表 畅谈特朗普时代的全球贸易 和中美贸易的何去何从 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今天的全球股市涨跌互线 美元升值 投资者正在消化一批新的 欧洲企业的财报 那么同时法国大选的最新变化 以及隔夜美联储公布的会议基要 都在给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今天法国大选的最新进展 是中间派的政客贝� 宣布退出选举 转而支持独立候选人马克龙 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对于支持退欧的候选人 可能会赢得选举的担忧 因此法国国债出现上扬 不过好景不长 法国的民调机构 今天公布的民调显示 勒庞在4月23号的首轮投票中 有望赢得27.5%的选票 无党派候选人马克龙排在第二位 在首轮投票中可能赢得21%选票 保守派候选人菲勇 可能赢得19%选票 此外贝鲁22号宣布 他不会参选 而是支持马克龙 分析人士表示 这应该会增加马克龙的胜算 所以根据预测 勒庞很可能在第二轮选举中 以较大的差距被击败 更不利的是 勒庞助理人员在22号遭到正式调查 以调查有关不当运用欧盟资金支付国会助理的相关指控 在本届法国大选 勒庞是第二个跌入空想门的参选人 此前法国前总理 菲勇也被曝出给自己的妻儿 在国会挂空值的空想门 这一报道令曾遥遥领先的菲勇的支持率 在一夜之间大幅跳水 不过勒庞的空想门 与菲勇此前曝出的空想门性质不同 对勒庞的选情影响估计会相对有限 好 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 我们来连线的是驻伦敦的记者王磊 好的 黄伟 今天影响欧洲市场的因素非常多 因此各股只在全线低开后 处于明显观望和边缘微幅震荡状态 一方面是全球证券市场各种表现不一 美元边缘上升 另一方面 投资者们对最新公布的 一些欧洲企业盈利情况进行消化 同时密切关注法国大选极右政党 进一步得势 油价上涨等各种因素 来看一下各股 全球最大商品交易商佳能可财报显示 去年盈利增幅高达48% 公司宣布先前的一轮产业调整已步入尾声 2017年可能给予股东特别分红以回报 加能可股价今天大涨2.5%以上 巴克莱银行今天发布的财报也传出佳季 去年第四季度税前利润 从一年前亏损21亿英镑恢复至盈利3.3亿英镑 缓冲资本金上扬 清理非洲业务和出售部分资产等重组计划 已见成效 巴克莱股价盘出上涨接近3% 其他方面欧洲央行职委普雷特 今天在伦敦发表讲话称 欧元区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善 经济增长正在企稳 市场波动指标处于低位 但欧洲各经济体基本面仍旧脆弱 经济复苏继续依赖货币政策的支撑 进入五盘 贩欧GEO300边缘下跌0.04% 黄伟 好 原油方面的表现 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正期货的李志祥 晚上好 志祥 晚上好 黄伟 今天欧洲交易时段 油价震荡上行 WTI交投于54美元每桶附近 美国石油协会API公布的数据显示 商业原油库存下降88万桶 预期为增加332万桶 汽油和硫分油下降89万桶和423万桶 商业原油库存在经历连续几周的快速累积后 上周征服暂时放缓 或是进口量下降的原因 此外 终端需求也在逐步恢复 带动成品油库存下降 联合技术委员会JTC在维也纳 召开减产执行评估会议 会议表明欧佩克和非欧佩克 产油国在实施减产协议上的严肃态度 有欧佩克代表称 非欧佩克产油国已经兑现了 至少60%的石油减产承诺 这一比例高于先前预估 好的 黄伟 好 谢谢志祥 昨天由第一财经参与举办的 特朗普政府和中美关系论坛在纽约举行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出席 畅谈特朗普时代的全球贸易 和中美贸易的何去何从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无论是在竞选时期 亦或是入主白宫以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诸多贸易保护主义 言论持续发酵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 国际贸易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现在美国需要的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而是改善国内政策来实现更优化的资源配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 全球化和科技是美国制造业流失的 主要原因不能简单的去责怪墨西哥等等的个别国家 有很多的证据表明很大的影响 更大的影响是来自于技术的冲击 而不是全球化的冲击 那你现在就等于是在修整一些 对你实质问题没有起关键作用的这个政策 去调整那些政策是吧 好 美股盘前的最新消息 我们来临现住纽疆所的记者葛威尔 早上好 威尔 早上 黄伟今天美股盘前 我们看到只是小幅的波动市场 继续消化一系列的财报和经济数据 在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公布上周首次申请事业就基金人数 报在24.4万人 而预期是24.1万人 另外在企业财报方面 特斯拉隔夜公布的财报显示 上季度美股亏损69美分 是大幅不及此前市场预期的43美分的美股的亏损 但是同时公司也是继续的预期说 在9月份的时候 特斯拉的Model 3就能够进入量产 特斯拉的股价在盘前有接近3%的下滑 另外零售业者COS公布的财报显示 上季度美股盈利是1.44美元 较预期好出11美分 同时营收也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股价上涨2.56%左右 再来看到惠普公布的财报显示 季节调整之后的美股盈利是38美分 那么较预期好出了1美分 主要是得益于个人电脑销量连续两个季度上涨 而惠普的股价在盘前则是上扬约2% 那么另外美国财长鲁钦在一个半小时之前 接受了CNBC的访问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吗 维尔 好的那么美国财长在上任之后 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表示正在全力推进税改方案 并且与国会两院的议员密切的沟通 他有信心这项重大的税改 可以在8月份国会休假之前是获得通过 鲁钦表示这项税改有两个重点 一是为中产减税 二是减化公司的税制 他同时也承诺富人阶层 绝不会成为这一次税改中受益最大的群体 而在谈到特朗普主张的对进口产品 征收边境税的时候 他表示目前也在研究这样的一个方案 同时他也承认说其中存在一些的隐忧 有许多的零售业者此前都担心 这可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和社会成本 黄伟 好的 多谢维尔的介绍 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 工行硅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马骏 好 都主持人 今天要求最低数段 国际线往黄金开盘报于1237.42美美盎司 开盘后国金价基本处在1235至1238的区间内横盘延伸 盘着国金价最高处级1238.79 最低下谈至1235 要求交易手段尾盘国金价小步回升 最终收报于1237.01美美盎司 国内市场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线往合约进入收盘报 收益于276.24元每克 较前交易上涨0.64元每克 涨幅0.23% 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AU1706 收盘报收于277.75元每克 交易上涨0.7元每克 涨幅0.25% 国内期货与现货价格加差 交易交易缩小至1.5亿元每克 今晚美国将公布12月FHFA房价指数环笔数据 请投资再来关注 好的主持人 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国际药文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的消息称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货云飞船 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6点44分 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这比原定的对接时间大约晚了一天 一天之前在飞船快要抵达空间站的时候 突然停止对接操作 据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龙飞船的计算机系统 识别到一个GPS错误 从而自动终止对接 在两度推迟之后 新一轮的叙利亚问题和谈 当地时间今天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 此前一天表示他本人并不期待 此轮和谈能够取得突破 会谈的意义更多是在于保持 由停火所带来的和平鸟头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黄伟 祝您晚安 明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